欢迎收听长篇有声小说 退伍了第十九集 周飞的施政报告整整写了十页 这是他花了两个白天和一个晚上的时间赶出来的 写这些东西对周飞来说是驾轻就熟一碟小菜 早在当兵那会儿 周飞就无数次代表小兵们发表过无数次激情洋溢的演讲 最具代表意义的是在人武部的大楼前 操着标准的家乡画代表全线的一百多名海陆空武警二炮新兵慷慨陈词 惹得下面乌烟一片 听得接兵的干部一头雾水 然后又再接再厉 三天后代表全支队三百多名新兵 花了近半个小时在八一大礼堂里表决心 听得主席台上两毛二以上的干部集体昏昏欲睡 下面的新战友咬牙切齿 有些事情就是那么奇怪 周飞的讲演明明是长篇累赌 屁话连年 了无新意 可是从上到下一帮大大小小的军官们还是连吹带捧乐此不疲 常年累月的忍受 要不是解放后全国人民的文化素质有了质的飞跃 我们的周飞同志搞不好就在这支王牌部队里连升三级了 因为这种特长 新兵连结业的前一天 老连队的中队长和大队副教导员前辅后继 连夜赶来抢人 最终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周飞同志去了大队部享受正连级的待遇去了 后来宣传古药人 被大了半级的大队长一顿臭骂给顶回去了 周飞进了大部队以后 更是被当作了宝贝 下面五个中队 只要哪个中队的干部 上支队以上的单位露脸的 文字的活全让周飞给包了 代价是两合红塔山 教导员同志只要逢大队政治教育或者出门开会 只交代周飞一句 稿子弄长点 越长越好 周飞写东西 教导员从来不修改 错别字也照着念 这一年的文书生涯 周飞的收获良多 第一是抽了好几条红塔山 第二是自信心空前爆棚 以至于后来养成了 谁要是改他的作文 他就跟谁急的毛病 这事后来在工作的时候 没少爱批评 这一次 周飞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可以说是颜面扫地 周飞怎么也弄不明白 这个东西怎么就传到了总经理的手上 怎么第一也不用他跳下来管啊 中间隔了三五级呢 修为良好的总经理并没有发火 更没有挖苦周飞 而是就事论事 直接将周飞传唤到办公室 双手将周飞的沥血之作 捧给周飞 这个我看了 花了不少心血 辛苦你了 我有个小小的建议 能不能把这个压缩一下 因为看起来好像有一万多字 可是你所要表达的 其实最多两千字就够了 你觉得呢 周飞听了心里一沉 韩总显然是嫌文章啰嗦了 继而一阵委屈与愤怒 自心底泛起 以前也都是这么写的 从来都是敲锣打鼓地说好 一时间满心委屈的周飞 激动地张了好几次嘴 都憋不出个完整的词 吱吱呜呜了好久 才挺起胸膛解释 韩总 我以前写材料都是这样写的 韩总显然对眼前这个毫不谦虚的年轻人 有些不满 语气略带生硬地说道 特勤兵同志 谦卑的态度是成长的基石 解放军里没有长官 我们企业里没有领导 住 这里指的是材料的抬头写的是 尊敬的领导 这是其一 我要的是你以后的工作方法和步骤 以及预期要达到的目标 不是要你为我唱颂歌 为总统拉选票 更不要你那些惊天地 气鬼神的感想 这是其二 用数字和具体动作讲话 该是谁的责任 就是谁的责任 不要含糊其词 动不动就相关事宜 有关部门 基本上原则上 你会发现 到最后 连你自己都不清楚 该找谁去配合 你的主管更没有办法 考评你的工作 皮肤幽黑的周飞 脸红的像是刚在油锅里 捞出来的大饼一样 脑门上更是直冒汗 现在非但是被搏得无话可说 就是想顶几句 也没那个胆了 总经理一顿数落之后 突然感觉有些太过了 当老板这么多年 阅人无数 他非常清楚 像周飞这样的性格 点到为止即可 口头激励远比 苛刻的批评更有效 想到此 看了眼前受了挫折的年轻人 他的脸色缓和了下来 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 走到周飞的面前 拍拍他的肩膀 意味深长地说道 你很出色 现在欠缺的就是磨练 我愿意给你一个自由发挥的平台 好好干 一定有未来的 保安室 携对着员工宿舍 这给房境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机会 站在三楼自己的宿舍阳台上 稍稍探一下头 就可以看见保安里发生的一切 当然最重要的是 只要周飞当班 他的所有动作就可以尽收眼底 虽然梵静的影子 没日没夜的在周飞的脑海中萦绕 而且早就感觉到 梵静那双火热的眼睛 只要有时间 只要不睡觉 时时都盯着自己 可是周飞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他拼命地在工作上表现自己 下了班主动去仓库帮忙出货 晚上还要几次起来查夜 宿舍后面的那一大块草坪 一下雨 杂草就会疯涨 本来是所有保安 义务要去捡的 但现在几乎成了周飞家的自留地 在异性面前 周飞从来都不是个 善于口头表达的人 特别是遇到漂亮的女生 心里有鬼 嘴巴就更不利索了 脸红病发手足无措 只是轻微症状 严重时常常是额头冒汗 嘴唇哆嗦 孤独半天也讲不出一句话 可他偏偏又是个多情种 嘴残志不残 穷则思辨 想翻身做主人 就拿起笔杆子 所以周飞理所当然地 将希望寄托给了手中的钢笔 把心思串成了一句又一句 长长短短不知所云的句子 在荒废了等腰三角形和化学方程式后 理直气壮地成了诗人 专写情诗的诗人 学生时代的周飞 凭借弃而不舍的精神 和对漂亮女生孜孜不倦的追求 比更不错 很快赢得了民间无数的赞誉 那些神出鬼没的断句 一经面试 马上就会被一些晕了头的男同学哄抢 更有好事者集结传钞 在小范围内大面积流传 其受欢迎程度仅次于少女之心手抄本 周飞的很多同学过了十几年 仍然还记得当年最流行的那句 你的双眸像一只锋利的钢筋 将我的心脏刺得鲜血淋漓 隔了这么多年 周飞自己怎么也看不懂 当初为什么不写成两只锋利的宝剑呢 还是月文平的解释够精辟啊 嘿 你小子肯定是头一天跟你舅舅在工地上 搬了一天的钢筋 第二天就看上了哪个瞎了一只眼的女生 女人就是那么奇怪 特别是正值怀春的少女 嘴巴皮子好使得都当做了哥哥 而晚上梦到了绝对都是那些忧郁 木讷 会五文弄墨 但却又不善言辞的男生 当年好多的女生都是这样 秦芳是这样 樊静也是这样 在跟秦芳谈恋爱之前 周飞在与摄友分享心得时 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总结 女人最喜欢的是写诗的 写诗的都是多情的 多情的都是嘴巴笨的 嘴巴笨的就只有写诗了 樊静每天晚上正在接连二三的梦见周飞的时候 周飞正在酝酿着要写一封情书给樊静 夜深人静的时候 一个人在床上辗转难眠 另一个却在以茶叶的名义 徘徊在宿舍楼下的草坪上寻找着灵感 周飞憋了好几天 揉碎了两本稿纸 最后一个字也没憋出来 一旦似有灵感的时候 脑海里樊静就变成了秦芳 而且一换人 秦芳就迟迟不愿下场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广东女孩樊静终于还是耐不住出击了 而且用的是周飞最擅长的套路 情书先行 信是那个陕西的小保安交给周飞的 鼓鼓囊囊的 新封后面恰是一只利剑穿透了两颗新的图画 这个景象比周飞的那句快智人口的诗作更有逻辑 也温馨多了 信纸折成了千纸鹤 散发出花露水的味道的千纸鹤 周飞是在半昏迷状态下 抖抖嗦嗦地拆开了信封 字远远比不上秦芳的娟秀 这种恼人的联想周飞第一眼就感觉到了 信很短也很平和 装作不经意地流露 周飞第一天就看了不下五遍 连续三遍 晚上爬起来就着手电光 又看了两遍 周飞鬼使神差地没有做出回应 整整一个星期脑子里都是乱的 这一个星期周飞有意无意地 在回避着梵敬 开饭后半个小时才会去食堂 而梵敬的眼睛也肿了一个星期 梵敬写信后的第八天深夜 周飞在工厂内的公用电话亭里 打了月文平的传呼机 这是周飞来深圳后第一次联系月文平 没到五分钟 月文平就回了电话 这一天是秦方举行婚礼的日子 月文平刚刚闹完洞房回家 周飞并不知道秦方具体哪一天结婚 月文平跟他讲过 但是他忘记了 他只知道是八月的某一天 找月文平是想探探的 没想到正好撞上了日子 月文平是个修炼了八百年的老妖精 又仗着酒劲率先发难 把自己的好朋友给刺了个通通透透 让周飞那点虚伪无处遁形 挂完月文平的电话 周飞在电话亭边站了好久 终于彻底结束了 从今以后秦方就是别人的女人了 不值得我撕恋 也更不应该让我操心了 这一天晚上周飞睡得很香 秦方结婚两天后 是中国的情人节 早一天 写字楼的几个漂亮的文员 就打扮得花枝招展 各自拿了盛着水果的托牌 满世界地找男员工画园 周飞开始有点不知所措 后来才知道这是公司的传统 每年的两个情人节和三八妇女节 男员工都要捐助点 而且最让人郁闷的是 礼物从来都没有男同胞们的份 起初周飞捐了二十块钱 心想起码购买十朵花了 没成想 找周飞的那个财务部的小姐 眉毛一条 似有醋意地挪鱼道 大队长就捐这么点钱 大夫叫花子呢 女朋友在工厂的 起码得捐五十块 周飞红着脸赶紧收回了二十块 掏出了一张百元大钞 满心指望着财务小姐 会找回五十块钱 没想到啊 这丫头拿了钱 头也不回 转身就走 周飞心疼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张榜公布捐助名单的时候 周飞赫然排在第四位 前三位分别是正副总经理和厂长 而那些主管们 最多也只捐了五十块钱 周飞手下的那些保安 全部是青衣色的五块钱 情人节这天 所有的女员工 不分大小 都得到了一盒巧克力 和一束玫瑰花 晚上更是破天荒的 没有加班 本来老葛上中班 一大早就推醒了周飞 要请假去看老婆 无奈的周飞 只好给老葛顶了班 下午上班的时候 那些员工男女结伴 没有班的就三五成巡 轰炸机一般的瞬间 全部飞出了厂门 周飞看到了梵静的那帮同学 结群外出 就是没看到梵静 这群鸭子在涌出关口的时候 门神周飞看到 每个人的眼色都是怪怪的 周飞心里清楚是为什么 心仰难耐的来回夺着布 恨不能把老葛抓回来 撕成八大块 梵静拒绝了同学们的邀请 洗完澡后 心神不宁地在宿舍里看了一块书 等到天黑下来 外面都安静了 他探头看了一下 站在门口的周飞 然后抱着上午发的那盒巧克力 下楼坐在了草坪上 湿吃地盯着保安室 今天 梵静刻意换上了那套白色的连衣裙 这个是哥哥在上警校后 在他17岁生日的时候 第一次回家探亲给他买的 哥哥说 他穿上这身连衣裙 就像是下了凡的仙女 梵静下楼的时候 周飞就看见了 他好想冲过去拎起这个女人 不管有多么冲动 周飞还是胆怯了 总经理的办公室还亮着灯 跟自己搭档的那个保安 也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就这样在痛苦中 犹豫了好几个小时 梵静也这样痴痴地 坐了好几个小时 周飞终于还是耐不住了 找了个借口 离开了保安室 周飞并没有静止走向梵静 他知道那里的目标太大 他向梵静招了招手 然后走向了自己的宿舍 梵静有些晕眩 本来窝了一肚子火 坏蛋 笨蛋 傻蛋 帮巴蛋 他骂了不下一百遍 可是当这个可恶的男人 向他招手的时候 他就彻底地被击溃了 眼前的这个男人 好似一股巨大的磁场 让他无法呼吸 让他更无法拒绝 周飞进了宿舍 梵静站在楼梯口 望着长长的楼道 不知所措 他不知道周飞在哪里 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偌大的宿舍楼 他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周飞忘了梵静并不知道自己宿舍的位置 他分明看到梵静起身跟着自己 为何不见他进来 难道他不知道自己的意思 还是他根本就不愿意理会我 想到这里周飞赶紧出了宿舍 梵静就站在楼道的那头 一双大眼睛惶恐无辜地看着周飞 此时的周飞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 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冲向自己心爱的人 然后几乎将吓坏了的梵静 拖向了自己的宿舍 梵静惊魂普丁 进了宿舍后赶紧甩脱周飞的手 红着脸跺着脚叫道 干什么 你弄疼我了 周飞双手撑在门上 将梵静罩在怀里 低着头说道 我要你做我的女朋友 梵静瞪着周飞 拉长声音 称怒道 我不 周飞笑道 为什么 你不是一直喜欢我吗 梵静的脸上愈发的娇艳 皱起眉头想了半天 你这人太坏了 周飞突然来了邪火 想把眼前这个女人揉碎 等她做事 想抱起梵静的时候 鬼灵精怪的梵静 从周飞的手臂下钻了出来 接着狠狠地踩了一下周飞的脚背 将手中的巧克力盒子 扔给周飞道 快去上班了 然后拉开房门 跑了出去 三天后 韩总和新来的副总 双双离开了公司 临行前的一天晚上 又找了周飞 不过这一次 是新来的刘副总 长篇有声小说 退伍了 第十九集 就为您播讲到这里 欢迎收听下一集 групп订阅 然后等待会儿给您拓到这次 给您拓缓了 窯 让您拓缓了